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的风格以及我是怎么去思考穿搭衣服的自己的经验总结 小窍门 还有一些朽朽的心机 然后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看下去 爱你们 我觉得改变风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特别是你去跨出去的第一步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自己 怎么去判断呢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意志条件是什么 当我在改变自己风格的时候 我做的第一步就是这个 去照镜子 去看自己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身材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脸型 怎么去扬长臂短 让大家知道我的闪光点在哪里 并且我的这些闪光点可以和这些风格相融合 OK 我做了这一个尝试以后 我就觉得 好像我找到了一些优点 找到了一些缺点 我发现自己有非常多的独特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收集起来 我们要怎么去把这道题做得很漂亮 首先就要靠你自己的这些东西 第二步就是 你知道你要去尝试的这个风格 它其实是有很多分支的 就像那种艺术流派 你要在那么多的分支里面去找一个 能入门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和我们之前的日常的打扮相融合 就是在这些打扮的基础上 加一点复古的元素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搭出第一种风格 就是都市干练男孩 其实我搭衣服就有一个个人的原则 简单化原则 这个原则其实我觉得很多女孩 内心里面都是知道的 这么一套下来 就拆成了一个基础的上衣 一个基础的下装 一个包 然后一对复古的耳环 就像我剪辑一样 我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流程的话 我就去逐个击破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确定它的调调 你要把这个主色系要拿准 你不拿准的话 你整个风格就是很奇怪的 就五花八门 就不知道你要干嘛 就是都市女孩比较安全的 复古的 那就是棕色了 我觉得做的这两点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入门了 可能你的穿搭已经就比较得体了 是往这个风格靠近的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又不甘于平庸 就很恐怖 你要在你的整体的穿搭里面 加一个小亮点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搭的这一套 一一的说一下 我是怎么把这个新机展现出来的 首先我选择的上衣就是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紧身的一字领上衣 干练的感觉 它还挺暖和的 其实这种摆搭款 你也是有新机在里面 第一它是一字领嘛 把你的整个线条看起来很优雅 它又是紧身的 紧身的衣服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 下面你搭稍微一点阔型的裤子 或者裙子的话 显得你的整个腰比较细 你有身材的话 既干脸 又能凸显出你的曲线 两全其美 何乐而不为呢 入门一种复古搭配的话 最好都是选基础款的 然后在面料上 以及你的配饰上 花一些复古的功夫在上面 会显得质感好一些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它的这个材质是绒面的材质 复古的点就在这个地方 上紧下垮 很好的遮盖我的一些缺点 就比如说我的臀部比较大 然后当我这样穿的时候 就很好地遮住了我的臀部 然后这个包的话 我是搭了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包 非常合适 耳环包包和鞋是一个色系 上衣是一个基础款 然后你的外套 也要搭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纯色的 到了你去的地方 肯定有暖气或空调吧 你就把外面一脱 哇 相间一落 然后这个包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很简单 它里面是有这种 把它是这样打开的 真的很好看这个包 其实说到复古风格 我很喜欢一个词 我希望很多人知道这个词 然后我很希望很多女孩 都穿出这种风格 叫田丧 怎么说就是生活嘛 但从字面上来说 田丧可能它已经把这个风格 概括完了 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戏剧感 就是戏精 如果你能把一些风格 强烈的衣服穿出门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真的很酷 就是一种 由内而外的自信吧 你不会去在乎 你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说你 你就知道你是这个小区 最酷的女孩 最酷的 接下来 我选的这一套就是一个田丧风格的复古女孩 这一身就是我搭出来的那种复古的丧田的感觉 这个裙子我是一眼相中的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戏剧感 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厚的冬天穿的连衣裙 它可以作为内搭 这件衣服这种彼得潘的领 加上它是一个姜黄色 很复古 中间这个娃娃真的很好看 它中间是收腰的 然后下面是这样的一个包裙 为了迎合颜色的统一性的这个点 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耳朵 它是一个耳朵 它不是一个耳钉 这个金色嘛 和这个颜色是呼应的 以及它中间这个钻 的颜色和这些也是呼应的 这上面有一个这样的 正好这个耳朵上面也有这样的画框的感觉 它们一定要在一起 本来我想把头发扎起来 但是我发觉 这样的脸 把你的脖子都包到一半了的话 你就不要把它扎起来了 显得我的脸特别大 如果把头发烫起来 然后把它烫得比较大 它反而会把我的脸显小 这个和我之前讲的那个戴帽子的原理又不同了 你有这种半高领的衣服 然后你的脸盘子比较大的话 你就别把它扎起来了 OK 这一身我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套 第三套复古风呢 就是娘曼风 娘曼风感觉好绕口啊 就是中性风格 我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 因为首先我从自己的自身来说起 是吧 我们要遵循这个原则 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是一个假小子的状态 非主流时期 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很叛逆 就是那个时候剃很短的头发 就是你在我旁边可以看到我的头皮 短到那种程度 你摸自己像胡子一样 从小的生活的环境 周围的男性很少很少 其实我对性别这种是没有概念的 甚至我有些时候会从自己的内心里面分裂出一个 男性化的一个风格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集中体现了 我好奇怪的 就是我可以很温柔 也可以很硬朗 我个人理解啊 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和我差不多 然后很奇怪的是 那个时期 男不男女不女 反而很受欢迎 所以说接下来这套就是那种 男女相容 娘曼结合的复古穿搭 如果是这种风格的话 我首先会想到的一个单品就是西装 我就搭了一个这样格子的一个西装外套 在里面搭了一个这样的连提裤 它下面是一个裤腿裤 有点西装裤的感觉 你可以敞开来穿 就还蛮酷的 然后它旁边这边是露的 这样的一个搭配的话 首先也是符合主题的 因为它里面是非常有女人味的这种感觉 搭一个比较偏男性化的衣服的话 就把这种感觉中和了一下 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娘 在同时我搭了这样一个长条的 异形的这种珍珠耳环 加上我现在把头发扎起来了 所有的单品它都是相互冲突相互冲突 整体给人感觉就不会太奇怪 也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然后这个墨镜我也是挑了很久 它是这样的一个圆形的 这种圆形的墨镜就很复古 我觉得我这样出门的话 谁都不要惹我 惹我一个字死掉 真的是 除了以上这些穿搭介绍的这些单品以外 我还另外选了三个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包装真的是好扎实 它里面有一个这种它的介绍的一个本 我当时看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 它是这样一个手表 上面是有爆纹的这种风格 它戴上手是这种感觉 我喜欢它旁边这个链条上面的这种爆纹和金属交接在一起 它本身是有点偏粗犷型的 比如说你今天穿的是一种红色系的柔美的一身衣服的话 然后搭一个这样的表我觉得还是蛮酷的 这是一个coach的钱包 也可以说是手拿包 但是我不用手拿包 我就用钱包 特别适合都市干练女孩 就是在它的这个纹理带点丝绸感的这种选材上 贵妇的感觉油然而生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的张扬 我就觉得低调也好 它这个拉链是金属的拉链 然后拉起来也是比较畅爽的 整体的颜色是非常简单的 颜色越简单真的是会把东西显得越高级一点 刚入门穿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一身的颜色是不能超过三个颜色的 就是这些简单化的原则 大家都可以收集一些 可以用在不管是生活上还是穿搭上 都可以用 它里面是这样的 可以放好多钱 但是我没有钱放进去怎么办 对于一个有强迫症的人来说 我是一定会把一块钱的我放在一列 五块钱的放在一列 是会有归类 实用性超强 如果真的可以放好多东西 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放那么多东西进去了 OK 这是这一个单品 这个是我选的另外一个复古的单品 这种长的半身裙 秋冬的话 不管是你在外面穿一个大衣 还是说穿一个长的羽绒衣 里面搭一个这样的裙子都是很好看的 然后它这个颜色我觉得是属于百搭的颜色 大衣一般都是鸵色或者是米色或者是黑色 露一结这种下来 然后它带有一点点金属感和做旧的感觉 复古的东西你一定要选百搭的 因为是很难选的 特别是个单品如果它只能穿一套的话 你就很痛苦 它这个下面的剪裁因为想要那种复古的感觉 然后就没有包边 然后这个拉链的地方在这里 很普通 很普通的那种 只是它的颜色非常的不一样 它里面是这样的 都是蛮好的做工 我是觉得他们的slogan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谁说旧爱不能成新欢 我去购买东西的话 我还是比较注重 这个东西让我能不能迅速地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 它不是那种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就是让你自己挑 它是有那种编剧去把它分类 比如说我搭的第一套那个都市女孩 就是一个秋冬棕色主题 然后我会看到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一个色系 它会根据流行趋势啊 然后价格 季节 这样就很方便 其实就类似于那种社区啊 不然社区感觉我好像是那种老一辈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 这些东西是经过那种时尚买手筛选过一次的 你就是去挑别人觉得还不错的一些东西在上面 我看到有快时尚的品牌 还有奢侈品的那种品牌 它的分类跨度还是很大的 有5000多个品牌 5000多个我的妈呀 它经常会出现一些大额的优惠券 唉就不担心你的钱包空空了 单品还是很多都是比较复古的 因为它是二手平台嘛 你的收入如果不是特别多 是学生的话 是可以去看这种复古的风格 它一般都有哪些单品啊 或者什么的 都可以去抱着一个去了解的态度吧 它里面的商品是经过专业的鉴定师鉴定 然后它的包装也是接受了CCIC的鉴定 然后我知道看我视频的有很大部分是学生 大家一定要理性的购买 根据自己自身的经济状况来购买东西 OK 然后视频就结束啦 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拜拜 如果你对侄儿感兴趣的话 下载APP 然后点击我的中间有一个红包 输入草酱 你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 50块钱也是钱 也是钱